最後的比數113比78 一個相當大的差距在主場 擊敗了去年把他們淘汰的對手工程師 很可惜的問題還是出現在最後的這個失誤上面 因為正當比賽的失誤已經高達了33次 這樣只要贏球的情況之下其實是非常低的 各位我們還是一樣啊 失誤啊 我們失誤就被快攻 失誤就被快攻 每一場都這樣 我們今天上半場19個失誤 把人家一場的失誤都用光了 隨隨便便的 人家手區就斷你球線 我們的球什麼時候進到心臟地帶 但我們的球別人只要斷球線 我們不敢勾 只能比比比 看看看 左傳 右傳 上傳 下傳 然後就失誤掉 他壓你往他身上撞 跳進去再傳嘛 每個人慌慌張張的 戰術畫出來也跑不出來 然後呢 你們也不敢出 不敢打 只敢傳傳傳傳傳傳 丟掉 就沒了啊 我們必須疲累,我們必須要躲起來 玩得像他們做的,但我們不喜歡玩的遊戲 我們必須要有心,去外面打敗 每次的責任,直到最後 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我明白這是第二次的遊戲,但我們還在工作 首先,我們的確,今天輸的其實很誇張 然後訓練方面,我們肯定要好好地去檢討 然後在檢討比賽場上發生的事情 過去大家最詬病的就是我們的失誤 我們每一場,不管大大小小比賽二三十個 那今天到三十三個,大家數據上也一定看得到 這個失誤很誇張,傳到自己隊友的腳上 甚至越過人的傳球 或者快攻把球傳到街外 這些等等,都是我們在傳球的技術上 跟經驗上,跟專注度 各方面全部都出了問題 那這的確是我們必須要檢討的 我認為,有時我們要玩太快 我們要玩太快 我們要玩太快 我們要做事情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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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們都要做事情太快 所以這會是因為不好的錯 我們需要看很多電影 我們必須要回家 一起去看影片 去看我們的錯誤 我們會被傷害 但我們必須要改變一些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會被傷害 如果我們做新的錯誤 那是OK 如果我們做新的錯誤 那是問題 所以我們才能做新的錯誤 我們必須要解決 我們必須要解決 我覺得在比賽的時候 心態沒有準備好 然後想要跟對方打仗 然後想要贏球的決心不夠強 所以他們會想要把贏球寄望在幸運 所以他們希望對方投不進 然後希望對方打得差 或是他們已經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就認為說對方會打得不好 在攻守兩端都不像之前的工程師 所以我們今天在執行力上面比較差 組織上面然後也執行不了 所以我們就會沒有辦法 就變成說讓洋將打到一毫位去 因為其實今天開始的兩個小控球 都沒有辦法掌握住球隊的節奏 那我覺得不用去怪罪到球員的訓練 或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所有的人都在看 那球員其實訓練很認真 那只是籃球本來就沒有這麼簡單 他沒有辦法是每一場上來 都是身心靈在最好的狀態 我們看到問題跟大家看到的是一樣的 那另外一個就三分 我們的防守被對方投了二十二個三分 投進 那對方只出手四十二次 命中率五成二 溝通出的問題 譬如我們在防守的膠帶上 從訓練這一週準備都是 譬如說除了SIM以外的O-Switch 是不是沒攻都好 或者是球員的心態不夠堅強 不夠堅決 在防守上跟對方有一種翻形的心態 這些都需要去檢討的 所以輸球絕對不是一個環節 是各個環節去套起來的 我們要全方面的檢討 然後為下一週的主場做準備 季前我們跟教練團 討論過什麼樣的菜 怎麼樣給他 我覺得教練團當然的確一樣 也是照他們的計畫在走 我們球隊都是以星巴為主 那在這上面我們怎麼去應對 因為人家去年這一年 他們針對你 加上季後賽、總冠軍賽 都知道該怎麼去面對你 那當然這球隊 這的確就是教練團 跟所有球員的課題 我們要成為強隊 中間有非常多的細節要做 那球迷不信任你 一場兩場輸球完 他就會覺得我們就不是強隊 那這點是我們過去這兩年 沒有給球迷信心的 那並不是說這個困境 一定都是會持續下去 我覺得球迷還是要有信心 我認為工人師的調整 一定會在灌輪教練的調整之下 會很快的調整回來 大家調整狀況回來之後 我認為我們球隊還是會有 值得期待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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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